再放了我們這招驚刺連華 一下殺入敵陣 然後令到人上了4個debuff之後 再封了他的絕學 你真是想起都覺得噁心 YOYO 新朋友 舊朋友 大家好 我是奧斯卡 歡迎大家今天回來看我玩天地劍 關於黎幽曹心的詞 都出了一段時間 上集就出了一條關於曹心的攻略片 之後大家都敲我快點出一下黎幽 我們這個新國民老婆想debuff 上到你不要不要的T靈神角黎幽 不過他因為跟曹心一起出 所以有很多人都拿他來跟曹心比較 哪個強一點呢 其實兩隻功能性都非常不一樣 很難直接地告訴你哪個強一點 哪個廢一點 因為兩個都很厲害 今集我們會來做一個關於黎幽的角色攻略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今次我們會分為7個部分 首先有技能介紹和價值 為什麼他被稱為T靈神角呢 第二部分就是雲石的推薦 第三部分就是雲雷的推薦 第四部分就是技能答案的推薦 第五部分就是戰陣 因為他自己都有一個陣眼 而且他是暗熟 所以會特別介紹一下有什麼戰陣可以放到他 一部分就是實戰的技巧 第七部分最後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人家說 盡量抽到他變成六星 一樣已經放好時間點 大家可以選擇你有興趣的內容去看 好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角色的技能和他的價值 我們黎幽有三大特色 第一就是他一個超強的debuff神器 因為他的天賦 而第二也是因為他的天賦 導致他打有debuff的角色時候 有超高的爆發性輸出 當然他自己的技能組都非常優秀 第三就是他...號J 先說出第一大特色 為什麼黎幽被稱為天地劫debuff神器 相信稍微有了解這個角色的朋友都會知道 主要是因為他的天賦幽夢冥契 在行動結束的時候 會對三格範圍內隨機三個敵人 施加一個有害狀態 而四星的時候 敵人數量會由三個變成四個 六星的時候 放的debuff會由一個變成兩個 這個天賦配合我們的技能牽影追行 可以選擇一個目標 周圍的一個指定空格 然後飛到這個目標位置上 再獲得一個再行動的效果 射程有四格那麼多 相當之不錯 是一個很高機動的入場 飛了自己過去之後 然後會結束一次回合 這個時候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被動天賦已經觸發了一次 而因為我們有牽影追行第二個效果 我們可以再行動一次 這個時候 無論你射程也好 放技能也好 或者你做任何事也好 回合結束的時候 又會觸發多一次我們的天賦 所以一回合內 高機動入場 已經可以觸發到兩次的天賦 六星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可以一回合令到四個敵人 直接上四個debuff 再放了我們這招驚刺連華 一下殺入敵陣 然後令到人上四個debuff之後 再封住他的絕學 你真的想起都覺得噁心 第二大特色就是 他對一些怪有debuff的角色 戰鬥的時候爆發會超高 首先他天賦 對怪有debuff的角色戰鬥的時候 會加法攻法防 除此之外 他自己面板的攻擊力 發攻 是現在暫時全遊戲法師 表功是最高的角色 除此之外 他天賦力也不是他唯一 會幫他增傷的技能 在這裏列一列有什麼技能 會幫到尼優增加他的傷害 首先有這個暗之力 對葵有兩個或以上debuff的目標 傷耗會額外多20% 削骨邊鎖 他除了自己高倍率1.5倍的傷害之外 對如果有兩個debuff以上的角色 打下去的話 發穿是會加50% 當尼優升到六星的時候 這裏加法攻法防 會由10%變成15% 尼優的戰陣 也會再額外多多15%的傷害 所以單體技能一彈下來 輸出真的非常之舒服 不過大部份朋友都是比較PVP香 在不投資靈魂石的情況之下 其實大部份都會先點下路 點了這招驚刺連華出來 所以就沒有突化這個輸出 不過老實說 如果這個真的有投資下去 輸出真的非常之爆發 以單點技能中招的話 基本上什麼都直接秒殺 總結這個角色 兩個特色如果低升的話 其實我建議大家 拿回來做debuff機 已經非常之強勢了 高升的話 可以再考慮用來做超級輸出 不過老實說 其實他AOE的輸出 都不低的 好了去到第二部份 雲石的推薦 我有三套發提雲石推薦給大家 簡單來說 如果希望配搭這個幽銀幻生 連續雲人地的話 可以選擇用咒術師減CD 如果想用AOE 即是爆發輸出 扔debuff的話 可以選擇用珠炎魔果 如果對自己非常之有信心 一去沒有回頭自爆流 玩debuff 可以選擇用這個白眼激魔 不過雲石這些 就不以偏概全 雲石大家最重要是用得順手 有很多選擇很多配搭 大家就選擇自己順手來用 第三部份到五內 如果一般無課和微課的情況下 沒有足夠靈魂石 我建議大家就點下路 因為下路要點出這個牽影追行 和這個驚刺連華出來 如果大家有一個輸出的心 點通這兩招之後 可以走上路點通這招 暗之力點到底 但如果大家靈魂石有足夠的情況下 其實黎優這角色是值得給你點通三路 一般來說我建議選擇剛剛第一個選擇 就是點通這招牽影追行 和這招驚刺連華出來 但是因為 冰雷又要滿 曹心又要滿 大家就看看自己的靈魂石有多少 而去決定 第四就是技能達佩的推薦 這裡我分為PVP和PVE的點法 首先第一個PVP DEBUFF流 首先這個牽影追行 和這個驚刺連華 是必點的 然後大家可以選擇 要搭一招幽暗幻生 或者這個絕魄之陣 其實都可以的 好 那到PVP單點流的話 我自己習慣 我也是會搭牽影追行 但是你選擇再搭他這個暗之力 和這個削骨邊伐 幽暗幻生其實我也覺得很好用 大家這幾招可以自行去搭配 而PVE推圖流的話 牽影追行 暗之力 削骨邊伐 還有有一招叫做 波衛斷生 其實都可以選擇四招 我都會看情況而去用 不過老實說 個人嚴言 我無論如何 其實我都會放牽影追行 不過這個是個人的技能搭配習慣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在戰陣方面 如果以自己做鎮眼搭配兩隻暗屬性 現在一般情況都是用黑龍 寒毛沙和單音 遲些有劍邪可以選擇用劍邪 甚至乎現在周崇也是你的選擇 而三色鎮 也可以外掛一隻黎幽加一隻奶 寒毛沙雷雷陣的話 可以冰離曹心加黎幽加寒毛沙去玩 另外就是未出的無邪風花渣男陣 一拖四陣 黎幽也可以成為一拖四的其中一員 在實戰方面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的技巧就是 debuff自爆流 這個大家應該異熟能長聽得比較多 比較熟悉的 就是利用天賦幽夢冥契 再搭配牽影追行載動的效果 載動之後再加上驚翅連華風技 六星的時候最多可以令四個敵人上四個debuff 再加在這個風技狀態 加在一起就會造成一個你很舒服對面很難受的局面 這個用法相對簡單直接又粗暴 不過這裡特別提一提 因為黎幽的生存力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雖然很多人都說這個方法是玻璃自爆流 但其實暗屬性的屬性偏高 加上黎幽的天賦加防 在沒有與視的情況下 法師系其實很難打得死黎幽的 就算是近戰 你有風技的情況下 加四個debuff 救攻又斷腳 也不一定殺死你 所以真心屈 真心屈 第二個方式就是單點控場加爆發流 剛剛提到 如果回答這個咒術師 雲石減CD的情況下 這個幽暈幻生勾起來 每個回合都可以用來找人 我自己也蠻喜歡用的 配搭主炎魔火 瘋狂AOE 想debuff之餘又可以打人 一次滿足你兩個願望 但你可以看到 其實核心也是想debuff 所以大家多數都會用來做debuff機 畢竟這個效果才是核心 而且真的很強勢 說到這裡 提一提大家 雖然剛剛一直都在Final Fantasy 一回合四個debuff加風技 看來真的很變態 雖然真的很變態 但之後 其實也有飾品可以擋到風技 暫時來說 已經非常之夠威風 夠變態 夠大家威風一陣 最後 為什麼可以抽到六星或者高星一點 原因都是因為天賦上面 四星之後 debuff的敵人數量 可以由三個增加到四個 六星之後 由一個debuff變成兩個debuff 所以六星之後 真的是質量上的變化 如果大家有辦法 就抽高星一點 反正現在這個池 真的蠻值得投資的 好啦 今集內容到這裡 差不多了 希望可以讓大家更加了解 黎幽這角色是怎樣玩 我想如果之後 劍邪出的時候 黎幽暗隊應該大有作為 大家就期待一下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給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就記得給個subscribe 如果想和我們一起打遊戲的話 就馬上加入我們的discord群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